呆呆呆 Vel Z 哇~~ 差點吵架 你好 我是Yu Jin 然後我跟Toni還在修爾旅遊中囉 可是我們開始旅遊之後 真的 差點吵架 為什麼我跟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他一直說要去一些有點 怪怪的我沒聽過的地方欸 哪有他太怪怪的欸 哈尼他真的 我要去的地方他都沒聽過 首爾不是說要去吃一隻雞啊 然後還要去安妍啊 他說什麼 陳玉花 Harmony那種的 我真的從來沒聽過那一架欸 是不是韓國人 哈尼我就是韓國人啊 所以今天我們要比較 台灣觀光客 對韓國在地人會區的 修爾的一些景點跟餐廳 到底誰的比較有趣 可是我真的保證 99%的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會去的韓國在地人的路線喔 所以我們一起去之前 大家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也記得加入邮警的精靈會文字喔 那我們走吧 走吧 那我們首先要去換錢是不是 對 觀光客地要先換錢 因為韓國人就本來有韓幣 所以不一定來明洞 你體驗不到的行動 我真的很少來明洞欸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韓國人來明洞的原因就是 有一個很好吃的東西啊 我等一下告訴大家 最近也比較少 觀光客的來明洞 應該都去宏大 對宏大比較多 對宏大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還是蠻多外國人的 現在 對宏大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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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這間的匯率比較好 是喔 然後聽說現在 除了這種 換錢之外 還有一種方法 可以換成韓幣的 是什麼 這個是Wildpad 它是一個專門給外國人用的卡 然後這個卡可以當T-Money用 也可以當一般的 類似金融卡 然後聽說這個匯率是最好的 我記得 好像你是派業配 真的是業配喔 對 原來 外國人來這邊的原因就是 還有那個啊 像我一樣 上班的時候 好醜喔 它是一個人 真的 他們照顧 也想要看 我喜歡這個 可以說這件事 我喜歡這種風格 大家記得 看這件事 請請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很可愛 她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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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不買東西 大部分是我買東西的感覺 它才是觀光客 我就說了 它比較奇怪 我們也不知道 這是間烤肉店 有很多觀光客會來 但聽說沒有很便宜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我們韓國人都會去這裡 不會去其他 都好吃嗎? 很好吃 這裡在電視或是藝人也推薦過啊 這裡是豆腐也好吃 也好吃 那一家的味道跟一般韓國豆腐麵的味道又不一樣 很有美麗的 好 下一個地方就是哪裡呢? 陳玉華一隻雞 我真的一直疑問了 到底陳玉華奶奶是誰? 應該我們想吃一隻雞的話 不會特地來修飄這個地方吃 但其他地方有一隻雞嗎? 我們只是家裡吃了 先去看看 到底是什麼味道 有幾個嗎? 有幾個嗎? 講話很標準 加了刀削麵跟年糕 可以說後面這樣年糕很好吃 那你後面有些抵制自己的翅膀喔 他們說一定要加這個蒜泥 但是他 加一點點 然後再酥脆 醬料的部分 加這個雞肉 用辣椒做的一種醬料 我們去什麼豬肉糖飯店那種時候會看得到 也是 這是雞的味道 加醬料比較好吃 比較有味道 我會吃 我會判斷 我再吃一口 真的很清淡的味道 是我想像什麼味道 就是比較清淡的味道 應該主要都是吃醬料的味道 吃這個的目的就是 為了吃大小麵 KIMCHI的話應該很好吃 KIMCHI怎麼笑 就好像為了外國人做的那種 麵糕真的很大塊耶 好吃 很Q彈耶 這麵糕很有美麗的 麵糕都是 就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很像麵粉還是什麼的味道 我都怕喜歡那個的口味 我們小時候吃的那種 如果大家期待像台灣那種的雞湯的話 可能會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老實說 在家裡我爸爸做的更好吃 加一點點鹽巴 然後再煮20分鐘以上 比較好喝 聽說這一炸的亮點就是這個刀削麵 炸烤酥 嗯 嗯 好吃 有入味耶 嗯 我覺得這種一隻雞最後喝的湯頭最好喝 好吃 這個不得吃辣的也敢吃 可能比較適合爸爸媽媽 好 這裡就是剛剛他說的咖啡品onion 超多人海嘟 超多人海嘟 都像海狗人 對 都像海狗人 稍微看看裡面的樣子 真的挺漂亮的 我覺得 一定海狗人會喜歡 真的挺漂亮 不 韓國人看我等下再講好了 這裡的室內 就在這裡 你去這裡 前面去買 就去前面 要買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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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熱的話應該更好吃 現在有一點冷掉 真的甜鹹甜鹹耶 剛剛 翔江的部分就是 這裡排隊很久 唯一的問題就是那個 當然這裡很好吃啊 如果是一般的海外人 看到那個排隊那麼長 應該下次不會再來 很多人的評論就這樣 Oniya裡面太多外國人 我們就去別的咖啡廳這樣 因為韓國還有很多咖啡廳 也是像這種大型的 賣很多各種麵包的 那我們的話就不一定會來這邊 其實大邱也有啊 對 從很久以前 除了Starbucks以外 還有一些韓國咖啡廳 其實你們找的話可以找得到 對 好我們第一天觀光客的路線這樣結束 大家請多多期待明天的 韓國在地人的路線喔 那我現在睡覺前要擦保養品 這次我從台灣帶來一些 巨佔醫美保養品喔 就是解露女士的皮秒精華 跟去角質精華路 首先這個是杜鵷化酸去角質精華路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用杜鵷化酸制住我的精華路耶 所以因為好奇心而開始使用的 但我後來才知道 皮膚科醫生也愛用這個成分的保養品 而且這個有通過RB科學實證喔 它不是一般謀殺型的 質地好像是保濕凝角那樣非常吻合 不會吃福喔 所以不用擔心皮膚越溶越薄 我的話如果這個禮拜常常出門啊 幾乎每天有化妝的話 下一個禮拜就用它去角質 讓肌膚Balance回復正常一點 因為有時候只用洗面乳 不太能解決肌膚角質的問題 蠻多多多瑕疵問題 從定期去角質改善 那這個的使用方法的話 洗完臉後臉乾手乾使用 也可以梯子加強使用 讓黑頭粉絲清光光 使用是出現灰灰白白的 謝謝就是毛空的髒污 這個除了臉上臉膝蓋 臉膝蓋腋下 身體中比較粗糙的地方都可以用喔 去找之後可以摸看看 肌膚很光滑水嫩 沒有任何粗糙感 而且保養品也吸收更好 上妝也更服貼 再來是液態皮秒換膚精華 這是我近期使用過的 功能性的保養品中最不錯的 這一瓶我使用大概兩週之後 可以減少一些顆粒感 整個肌膚也變得比較亮白 當時很多人用愛去問喔 一度怎麼管理肌膚 看起來皮膚好好喔 大家都認為我本來肌膚那麼好 但其實我的肌膚的秘訣就是 這個皮秒精華喔 大清RB科學證明也包含了三重蒜 杏仁酸可以改善毛空粗搭 蘋果酸讓腐色明亮 維持透嫩Q彈 甘醇酸的話深入滲透肌低 注意減少斑痕 所以不用到韓國醫美診所 也可以在家裡管理肌膚喔 有點像水一樣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我之前用過蒜類的精華 但那些長期使用的話 會有一點吃膚 但這一瓶不用避開眼妝 不會有做熱感也不尋眼 眼睛注意的時候 眼睛全面都都在眼睛 也不會有脫皮過度期 或許上妝 擦保養品也不期限 所以在找成分溫和的 患膚精華的人 蠻推薦這一瓶的喔 大家之後出國玩的時候 想持續保養管理肌膚的話 可以用解露女士的產品看看喔 安妞 第二天就開始了 所以今天就是 韓國再低人的觀光路線 第一架就是我們來吃韓國的醬蟹 韓戰雞蛋 我知道很多台灣人會去一些韓國的醬蟹店啊 米切里啦 對啊 其實在地人會來這一家後面的 你知道嗎 應該沒聽過 完全沒聽過 其實這個地區也是韓國在地人會住的地方 所以應該蠻多觀光客不知吧 最近帶韓國知名的youtuber也來這邊吃東西 剛剛我們大計程車的時候司機也說 這裡真的有力是很好吃 所以我們等一下進去吃看看吧 吃他們只有特大大跟重 所以我們兩個人都應該重就好 然後吃醬蟹的時候可以就點阿爾堡 一種拌飯 對 那這裡他們出的一些小菜都是非常加常菜吃的 嗯 這裡是這個首爾三八醬蟹的餐廳中一家 對自己 那怎麼吃這個 妳是第一次吃喔 喔第一次吃 有點害怕 比山牛肉還很怕 滿爽的 滿爽的 喔 還不是很重欸 這個算是比較沒有海味的 很緊張 嗯 當然複雜有些人不能吃 我覺得這個肉真的不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 去壽司店有吃過生干貝嗎 我覺得有點像生干貝的味道跟口感 不一樣 差不多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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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裡面有內臟 所以這個一定要夾進去 我想像中的是醬油味道會更重 但這個醬油味道沒有很重 對這裡沒有很鹹 這家沒有很鹹 其他家真的可能會很鹹 就沒有什麼切肉的味道 這邊是價格也蠻好價 這邊價格很低 所以對當地人來說是這裡蠻不錯的餐廳 有飯應該還好 嗯 好吃 因為我是連吃熟的螃蟹 吃太多我都會覺得有腥味的人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類似那種 汙泥 你知道汙泥嗎 類似那種的感覺 所以不管是那種內臟類的 人可能會怕這個味道 但就是每個人的口味不一樣啊 但沒有 不會不好吃啦 但沒有 不會不好吃啦 還是試試看 在韓國還是試試看 我覺得是真的很好吃 兩個非常極端的翻譯 你們可以參考 可是他們覺得到底參考什麼 很好吃 肉 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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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媽媽 我是媽媽 做醬蟹很麻煩 可以去看遊行之前 對啊 我上次在台灣做啊 就是看完才知道 偶然醬蟹為什麼會這麼貴 就是吃偶然的意思 下一站就是 韓國的四個派店 因為韓國也最近非常流行 台灣的話 最近才開始有幾個機器 現在韓國都是這種 韓式風的 燈光或是顏色都不一樣 剛剛吃醬蟹 嘴唇顏色都沒了 我等一下就可以進去服裝啊 因為裡面也有很多道具啊 然後捲髮劑之類的 再看看 我看見到 我可以選兩種的 我們會選的 我們會選這個地方 我是推薦這種的 吐鑑 我不 然後這個要表示 因為QR才下這張照片 但這張照片我不建議 不好看 他這個嘴巴 哈哈哈哈 還有畫面嗎 背景眼神還可以選擇 燒著QR 這個24小時之後就可以見 好 我們現在來到新興市場 黑幫村裡面的新興市場 這算是真的在地人才會知道的地方 沒聽過 簡單來說是南山塔那邊旁邊的一個地區 以前的咖啡也沒有了 現在是市場的層次 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咖啡廳 餐廳都在 這裡有很多酒吧 wine bar之類的 我覺得你們如果第一次來 首爾的話會想去什麼景富宮 如果你們來第二次第三次的話 應該不能一直去同一個地方吧 我的首爾朋友 他特地推薦這裡 這裡就是跟其他首爾的景富宮 那邊又氣氛不一樣 我看到他們的秘書 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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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這間咖啡廳原本是 就是以前紡織業的地方 然後他後來把這邊改造成咖啡廳 所以蛋糕上就會有複補 對他的LOGO也有被買 毛球 這個頭皮卡丁很可愛 這裡是名字的原因 很可愛 我看見只有500張照片 剛剛店長特地推薦這裡的茶 因為通常韓國人只會喝美食咖啡之類 可是他特地推薦青葡萄口味還有香蕉口味 香味真的好香喔 香味是很甜但其實沒有甜 有一種雙口的感覺 有些小便 這就是咖啡 這就是咖啡 對 最後一站就是這裡配當成的一種ROOP TOP WINE BAR 這裡也是非常有名 聽說是一定要定位 我們說南山泡河看起來是很古代的風格 南山佑河本食堂上來是有流行的 這裡也有很多人 其實他們外面的位置聽說非常漂亮 但是冬天我猜應該裡面有暖氣之類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先去看看 這裡每一根餐具道具也蠻漂亮的 這裡每一根餐具道具也蠻漂亮的 已經很冷了 他們還要喝冰水 因為是韓國 很清楚韓國跟義大利麵都比較好吃 喝味道的 醬料的味道比較濃 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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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其實費用滿便宜的欸 一小時250台幣吧 很便宜 以韓國的物價來投算便宜 你會唱韓文歌嗎? 會 幫你幫你 好笑好笑好笑 好這樣這次我們一起比較看看 觀光客對韓國在地人的旅遊路線 大家今天看的內容中有最想去的地方嗎? 有的話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如果是第一次來韓國的人呢 可以參考我的觀光客的路線 然後如果就想體驗很道地的路線的話 可以參考我的在地人的路線喔 然後今天我們中間介紹的 居家義美保養品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寫若你一次的網站看看喔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影片到這裡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趣的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研究家裡有興趣的經理會文字喔 然後記得過來我的愛情 Lilonger Avenue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安妞 訂閱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